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邀请他们的梦幻嘉宾上门共进晚餐 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退休老师张淑君和他的家人 张淑君五十八岁 他的专长是舞蹈 退休后的他在好几个学校社团半衣无交舞 三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好 来 装可爱 装可爱 淑君教舞不分老少 学生从五岁到九十岁都有 好 来 装 教舞让他充满自信也更有活力 他想邀请谁来吃饭呢 淑女记里面的杨立军 杨立英那个当阿嬷那一个 阿嬷那一个 还有那个他的妈妈是那个谁 秀秀秦 秀秦的秀秦 秀秦 因为他们两个的角色很正向 然后好像也跟我这个当阿嬷的 或者当妈妈的也很像 何语静三十四岁 火锅店店长 一大毕业的他专长是跆拳道 八年前曾从五楼坠落受伤 幸好被抢救回来 现在还回母校当教练 大难不死的他想邀谁来吃晚餐呢 我想要邀 SH 第二个人选 我想要邀请那个 肺玉琴先生 我想要 我想要帮我爷爷邀请 外公耐心陪伴受众伤的宇静 但他四年前过世了 因为我爷爷他在生前的时候 大约会很喜欢唱飞 飞鱼琴先生的歌 所以如果 如果他可以来家里面唱一首歌的话 我就可以跟爷爷说 你看飞鱼琴来家里唱歌给你听 我会有吃白鱼接受吗 宇静行动不变时 为他拔尸把尿 照顾他的阿姨淑贞和淑敏 就像他立个妈妈 他们想找谁呢 苦力的秀姻 还是他爸爸 阿世 我想要请那个 杨贵妹 为什么 因为他也是没有结婚 他照顾也是照顾妈妈 迈崔勤 85岁 淑军的妈妈 常跟着女儿去上课 顺便结交新朋友 他想找谁来吃饭呢 爸冰冰 淑军最低潮时 及时来人间报到的孙女保荣 如同照亮他生命的阳光 保荣想找谁来呢 花妈 为什么 因为他很好笑 白冰上门前 先来听听这家人的故事吧 有 有 以前我也不太做饭 我上班都没有在做饭的 以前我也不太喜欢什么 都不会 这真的是 我孙女讲的 阿嬷你什么都不会这样 淑军说的以前 不过就是五年前 淑军五十三岁 申请提前退休的她 回到台中 每天都会回娘家报到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样很好啊 反正我也没人管 淑军十六岁去念体砖 认识了卢凯族的前夫 婚后 淑军想办法调回高雄茂林的多纳部落 想跟先生团聚 五年前 婚姻出了状况 直到去年才签字离婚 她说对她吃苦吃到这样 我都不知道 回到家都不敢说 跟她脸上 我都不知道 日本就好了 一提到淑军的婚姻 从小把姐姐当偶像的淑贞 很心疼 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 张淑军是我爸 他所有孩子里面的骄傲 这是真的 因为他从很小 他都知道自己要什么 他就是走自己要走的路 然后可是就是他的婚姻 不是我爸想要的 所以他其实对淑军是很放行不下 一直到他四年前 要走之前 就是他在迷留 迷留当中 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欢乐啊滚啊 就是他的命叫阿滚嘛 然后他就眼睛张开 就看着我这样子 当时淑军的难题 不只是婚姻 坠楼受伤的儿子 远在台中疗伤 也让他放心不下 再加上父亲离癌 只剩半年的生命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他心力交瘁 提前退休 是不得不的选择 好了 你先去了 好 因为我年纪很轻 我53嘛 那我们要五五才能退 年纪快到 教育会要开会 因为孩子生病了 然后两个都生病 我爸也生病 爸爸那时候洗肾 其实这三个都不够 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希望你前一个 因为你必须承认先生外义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四条 这四个条件我才构成退休 夫妻为何离婚 因为没访问到前夫 外人很难评断 但四十年的感情画下句点 双方都伤得不轻 因为以前我真的很好强 很好强就是你什么都从第一 什么都是要最好的 对 在那么大的 那么高峰 然后一直掉到谷底 所以其实自己躲起来很久 在淑君觉得伤心茫然时 女儿刚生下的孩子保荣 成为支撑她活下去的动力 小孙女今年六岁了 很喜欢黏着阿嬷 好 谢谢 拜拜 又在吃糖 拜拜 淑君当了一辈子老师 拿过师夺奖 她希望为人师表当个模范 因此总是表现出积极乐观的营念 但是儿子雨靖能感受到她的压抑 她还是会有一个人不可能 永远都是正向正向正向 一定会有一个负面的时候 只是她的负面 是不愿意让人家看的 八年来 淑君从台中到多纳 往来不知多少趟 这次重回部落 淑君先到她服务多年的多纳国小 陆老师在她最辛苦的时候 常鼓励她 很久不见 两人酗旧的方式也很特别 好 这些什么 给你抄一下 九战茶 你实在 我买那边也有种菜 你看一看 来 给你抄一下 这些什么 那 螺顺 好 百分 好 我就跟你讲 我种过菜也不相信 给 给 等一下 等我看看 很像是白菜 妈妈 萝卜 答对了 校园里景物依旧 不过淑君以前教的孩子都毕业了 爸爸妈妈也许有被她教过 回去问爸爸妈妈看看 张老师从台中来 来看我们同学 有没有认真的读书 有没有写完功课 有没有写完功课的举手 我都没有死 有没有 我写过去的 太神死了 这里要沾稿 来 过来 我来帮你的上课好不好 来 他是全国之名的武道 五年前 淑君匆匆离开多纳 这个被群山环绕的小村落 沿普尔建的巷弄 陆凯族特色鲜明的石板屋 多纳的一景一物 都曾是蜀君熟悉的 当然 最让他牵挂的 还是人 好久不见 他以为你是我的儿子 他以为你是我的儿子 身边 我还有头痛 头痛 头痛 我阿尔龙阿尔都不好 老辣 对 没关系 听不到就讨论 听不到就讨论 没关系 他是淑君婆婆的朋友 晚年和婆婆作伴 淑君是他为另一个爸爸 也算是他在多纳的亲人 不知道何时会再相见 这个爸爸看到摄影机 急着拉淑君拍照 淑君在多纳生活了八年 这里的人他都熟 许多人一看到他 开口就是好想念 好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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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在你后面 你要来这里聊天 对啊 我要来跟他们聊天 我们晚一点再聊 我们这些 都是寡妇 对 我们一拍都是寡妇 我们这边的妇 你要找那个队长 要找班长 要找 不是啦 最近才走的 最近才走的 那我啊 没有啦 不是你啦 谁 我不知道 我吧 我 你有没有走 我就一年多而已啊 对啊 我最新鲜啦 所以我是队长 阿里亚嫂是队长 阿里亚嫂是队长 阿里亚嫂在卢凯族语里 指的是离婚或丧偶的单身者 舒均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 跟族人更新近况 表示她的心境不同以往了 是我婆婆过世 我也其实也都回来啊 但是我是在外面 我只有抱着那个爸爸痛苦而已 而且 我有跪下跟我婆婆说 谢谢 其实她还是对我很好 因为 这个媳妇没有让她丢脸 我那时候 嫁进来 公公对我期许很大 对儿子 对我们 这个石板屋 是淑君刚嫁进多纳时住的地方 在村里绕了半天 静香情雀的淑君 好不容易才走进来 莫拉特风灾时 淑君和前夫 守在多纳协助救灾 与静受伤时 族人聚在教堂里祈祷 这里有她的美好回忆 却也是伤痛所在 校长叫我赶快离开 其实她也蛮怕说 我这里万一出了意外 所以我走的时候 其实是一辆车 我什么都没有带走 那时候真的是开了车转过那个 我要告诉自己 觉得不哭 不能哭 我没有资格可以哭 因为我有太多事等着我要去做 然后我也告诉自己 我真的会很开心的回来 我都做到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 这个不能让我孩子看到 十六岁与前夫相遇 淑君无法预知 后来会为她流这么多眼泪 但是她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我有两个很胖的小孩 更骄傲的是 他们是原住民 我一直跟我孩子讲说 你就是原住民 而且你要做得比人更好 你也不要再平地 让人觉得 原住民就是不行 在宇静的印象中 爸妈是自己 从小向往的梦幻情侣 最后却黯然分手 她对于妈妈的执着 有着不同世代的理解 她一生就爱 就爱这他妈一个 你要叫她怎么去理解说 没有就是没有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像我们这种都已经 经验丰富了 你说要断 OK就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过那种经验 就知道怎么去处理 当下那个问题 但是妈妈她们并没有 而且再加上阿嬷她们 也没有那种经验 所以你说你要叫她 很大方这样走出来 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洞都是 为食管插进去 直接插到肠子 然后从那个管子 吃东西就从管子 然后从旁边这里 这个伤痕累累的身体 经历了什么故事 下一段告诉你 谁来晚餐 今天谁来晚餐 拜访的是退休老师 张淑君和他的家人 淑君的儿子雨靖 体大毕业 曾以为自己将来 会是个跆拳道教练 先把心静下来 请站 等下我说平行一辈的时候 我会把心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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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靖每周会拨出一小时 到学校教孩子跆拳道 一个小时不算多 但是对身兼多职的雨靖来说 这一小时非常珍贵 她上一次上床睡觉 已经是三十六小时以前的事了 清晨四点多 连着上完大夜班的雨靖 赶到市场买菜 我要大股十斤 十斤 十斤哦 我还要一样 你煎得那么早咧 刚下班 好好好 刚下班 一样的 雨靖买菜很快 因为他光顾的摊商 和买的种类 几乎是固定的 你每天都要买菜吗 不一定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要跑 都这么早 差不多了 可以回家了 买完菜 雨靖冲回家洗个澡 就要赶去彰化 另一家他自己当店长的火锅店 熬汤底 废料 这里太热所以要放在冰箱 不然还没吐沙就热死了 九月 中部的太阳还很刺眼 雨靖从五月接任店长后 都算是火锅店的淡季 不过他每天依然很认真 熬上两大锅汤底 你每天这样辛苦煮 然后都倒掉 你有什么感觉啊 就 就 就让他走吧 也只能这样 会啦 还是有人 会欣赏这个汤 雨靖把调味料的比例抓得很准 不敢轻易改变配方 唯恐味道变了 客人就不上门了 我现在站在这个店长 的这个角色的话 我会很慎重的思考 我的下一步的每一步要怎么走 你这一步棋真的下了 好的话当然好 但是错了 那可能这家店就没了 变成是那种心里面的压力是 老板他没有在现场他不知道 然后底下的同事同袍 他们不用去承担这个责任 变成是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一年前 余靖贷款一百万开了意大利面店 妈妈也投资了不少钱 最后却惨赔收场 失败的阴影至今仍笼罩着她 不过个性内向的她 从中学经验 客人来了 然后结果老板在厨房 然后主厨也都待在厨房 就剩外厂服务生 他也没有出去 就老板也没有到外面 社交啊 跟客人 关心客人那些 现在接火锅店 就厨房的火我也会干 然后最主要还是会到外厂 然后去习惯外厂的收银啊 然后送餐跟客人的那些互动 这是我现在想要学的 这天虽然是周末 但是生意仍是很清淡 他有基本的三种汤头 基本的 来 要放这边还是放 来 这是菜盘 不论生意好坏 下了班就是语境最放松的时刻 终于能好好吃顿饭 锅子里有妈妈帮她留的饭菜 没事 这是 这有多久了 一年多 一岁半 一个叫平平 一个叫安安 热汤的空档 余境把握时间锻炼身体 所以这样 你没办法练腹肌了吗 没办法 因为 不属于腹部的肌肉 旁边这里是 但是中间这里都没办法 那中间那块是什么 这个吗 就这里啊 大腿的皮 对 这里是一整腹 它是一整块 然后转上来这边 八年前 鱼镜头五楼坠落 正面着地 导致胃破裂 因为感染 切除了胃 皮 还有部分的肝 和肺 好不容易 才把命救回来 它以前的伤口是这样 这样 最开始 刚开刀的时候 有半年的时间 都在等它愈合 它愈合到剩这样子的时候 采用大腿的皮 用上来补 就是盖 盖掉全肺 那愈合之前是什么 就一个洞 就一个洞 那可以看到内脏 可以啊 看得到肠子 我还自己装那个楼管 当时插管太久 导致食道萎缩切除 医生将大肠反接替代食道 东西一入口 大肠蠕动 雨静的脖子就会鼓起来 通常高降压 不然它会 就会卡在这边 卡在这边 你就要靠那个 汽水 然后强压 强压把它 推下去 要不然就要吐出来 那现在是习惯啦 那时候刚 復原那时候还 不能习惯 那时候几乎每天都 都在吐 吃完就等两个小时 等它消化 要不然刚吃完再躺着的话 就会 它又会再出来 于静能活下来 前后经历了13次手术 每一次开刀都让母子俩提心吊胆 淑君很害怕会失去儿子 其实我们真的会不知道 下一步医生要做什么 其实于静他说过他最害怕是 当他麻醉完醒过来 他发现他的一只脚是没感觉 他第一次害怕说 他可能没有腿了 这些一连着的东西过来 我曾经看过心理医生 然后其实也有吃一些抗忧郁的药 然后安眠药我都有吃 当时正在福自愿医的雨静放假 和朋友出去玩乐 怎么会坠楼呢 因为我也不太记得 我也知道 最后的印象是在KTV 在有意识 有张开眼睛的时候 是在家伙 是在急诊室 然后这一段 中间这一段 就空白 应该就是喝了酒 对 可能情绪上也不好 不管别人怎么理解他坠楼的原因 于静心中有自己坚持的版本 我觉得 除了自杀以外 其他的方式我都OK 可能摔倒还是什么 我都OK 就是自杀不行 疫情要求死的人 他其实不会活到像现在这样子 那我习惯用行动去证明 我是怎么受伤 跟我是怎么活过来 检回一命的与静活得很认真 想把以前玩乐挥霍掉的岁月弥补回来 家住台中的他 白天在彰化的火锅店工作 晚上又赶到草囤的南开大学 去修长照课程 我本身是念体育的 然后出社会以后是 专攻餐饮 然后如果能把长照餐饮跟体育结合 如果开创一个新的产业 那其实可以照顾自己的家人 然后又可以再工作 那其实还蛮不错的 现在的语境会把家人放在未来的人生规划中 和受伤前的他很不一样 受伤前会比较自我为中心 因为那时候很壮 然后也爱玩 就觉得自己是无敌的那种感觉 受伤以后才知道 其实自己是比较脆弱 然后才反思到 其实爸妈都已经老了 还蛮后悔的 那么晚才长大 不想要再让他们更多的烦恼 就我自己来烦恼就好了 发生什么事 语境为何如此沮丧 下段回来告诉你 谁来晚餐 今天谁来晚餐拜访的是 住在台中大理的张淑君和他的家人 淑君每天接了孙女放学 就会回娘家一起吃饭 来吃饭啊快 我要用这里的歪 这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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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啦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弄到 你阿嬷在那裡都弄到 保荣很爱闹阿嬷 但是在阿祖面前就乖乖不敢造刺 哎 搅拌啊 搅拌啊 咻 好 阿嬷我可以搅拌那个 这是你的 之前 淑君的母亲不赞同她离婚 现在反而很享受女儿陪在身旁的幸福 她的传统就是觉得说 真的有必要这样的妈 然后 以前可能观念会觉得说 离婚就不要回来 现在 离婚回来 不过来 那都被我 那有的 祖人家把她的家长都在乖 那里 还蛮有的 你那样 很好 祖君在学校社团带年长者跳舞 妈妈也会跟着去活动筋骨 我说有人还会出车呢 是啊 你很专门 很专门 很专门 父亲 妈妈的面前站起来 你太漂亮了,不太漂亮了 教舞的淑君幽默又有創意 因为这是她喜欢又能助人的舞台 走都是这样子走 孙女宝容也会跟着阿嬷来上课 宝容,你 我一点啦,不要假装了 快点 手来了 下去啦 不是啦,你要这样 两只手 两只手,起来,你起来 好,两只手,然后放着 放着,然后脚踢 脚踢 对,就这样了 离婚过程中,淑君伤得信心全无 她抱着让别人开心 自己也快乐的信念走出悲伤 勉励自己,你要更强忍 不只是强,还要忍 而且我觉得这种强忍是长远 而且反击回去的是那种柔软的东西 就是说 我要给你看,我现在活得更好 我还是一样快乐 我一样阳光 就是这样强韧的个性 让淑君每天把课排得很满 雨静也是从早忙到晚 两人回家难得碰到面 母子俩的互动不是温暖的聊天拥抱 而是向战友,彼此有默契 一起相挺 抬头 因为我们本来就话都很少 儿子也是去,那你就去吧 你想做什么去 所以我们其实彼此会像 雨静要做什么 我也是你去,我支持你 最后的结果如何 其实都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承担 像早上要出门 可能就是短暂碰面三五分钟 然后互相讲对方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跟即将要做的设计 全部都讲 就是双方了解 OK好,上 厨房的工作准备妥当 雨静下楼准备开店营业 吃饭时间,还不见客人上门 反倒是妈妈和阿嬷 远从台中来捧场 阿嬷,他在这边 吃饭 我要牛肉 你说你要吃鱼肉 我们两个人 因为现在鱼肉比较小 比较小 比较小 没有,我可以吃鱼肉 没有,你吃鱼肉 平日生意清淡 雨静一个人要兼顾内外厂 在四层楼间,跑上跑下 那你们会常常来这边吃吗 大概半个月,一个月吧 反正都要吃啊 我们来的大概就是五六个 我妹他们有 都假日啊,大放假的 都会一起来 来顺便看儿子啊 不用,他没什么好看啊 而且他躲在楼上 假日如果有工读生 就工读生啊 就看那些工读生比较好看 不好看 那干嘛跑来这边吃的 那干嘛跑来这边吃的 都这样买,香顶着 所以不需要 对吧 这也是一种支持啊 淑君支持儿子想做的事 不过老板已决定在十月底收摊 火锅店的旺季在入冬后即将展开 正想放手一搏的雨静有些沮丧 像是失败记录又被添了一笔 之前在那个意大利面也是啊 就离开意大利面 然后他们也是过一阵子就熟了 然后脚上自己做的 然后做完就熟了 老板也给雨静另一个选择 让他出自顶下火锅店 雨静很犹豫 但他没打算再让妈妈伤脑筋 他又要想办法去装筋 然后我就不想要这样 就不想要再消耗我们家自己的 的东西 要不然家人他们也过得很累 很辛苦 观点是个挫折 虽然会低潮一下 但是个性乐观的雨静 已经开始构思下一步 我之前都会跟我前女友说 我以后如果不卖一袋面 我要去我们学校前面卖铁板面 我连那个规划图我都贴在那个 我的墙 我房间的墙壁上面 我都设计图我都画好 我的餐车的那个要怎么摆 常有人用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安慰雨静 受伤后挫折考验不断 后福不知何时到来 但是身体能跑跳自如 雨静已经心存感激 就这样已经不错了 因为之后的话修行在个人嘛 那还是有一些事情还是要 不能全部都要靠上帝吧 他们他会很忙啊 对吧 有一些事你还是要自己来 隔天是嘉宾到访的日子 顾虑到家里人多 熟军决定在娘家迎接贵客 为了半桌迎兵 张家四姐妹决定各自贡献拿手好菜 列了菜单 张妈妈准备大显身手 前一天就要把食材备妥 熟军和妈妈妹熟贞一起上市场买菜 你准备什么菜 要来买肉和鸡 要来买肉和鸡 要来买鸡 要来买鸡 什么 炒米粉 还有 那些什么 鸡肉 鸡肉 你都不要吃到 你这三盏而已 对 这白鸡 这白鸡 有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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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你够了吗 要做鸡肉 要煮什么鸡肉 你离开 没有 我们很想吃 你很想吃 你很想吃 有什么 对面头牛肉 出来 我会吃鸡肉 我怕我们要吃 你还是要吃 你会吃鸡肉 你会吃鸡肉 我吃鸡肉 2,3,3 你不用一口 不用鸟筏了吧 不用鸟筏黏兵 不用鸟筏黏兵 不鸟筏黏兵是贵的 这个就没有鸟筏了 现在是把鸟筏黏都给我 隔天一早 张家厨房已经开始忙了 咽了一天的五花肉和地瓜 准备放进锅里蒸 米粉已经泡软 张妈妈要炒她最自豪的南瓜米粉 淑珍也来帮忙 淑君和妹妹淑敏合力搬桌子 铺桌布 一家人有默契地分工 因为张家子孙多 年夜饭总要摆上三大桌 开过意大利面馆的大厨宇靖 今天是帮忙打杂 她知道主场在阿嬷家 想让阿嬷尽情表现 接近中午 淑君的姐姐淑妹 也把炖好的汤端过来 接着轮到淑君上场 做她拿手的蒜苗炒咸猪肉 好邻居丽云也送来好料共襄盛举 好 好 烤的 好 好 这鸡肉要熟悉了 年年里的鸡肉 在大家齐心合作下 一道道料理上桌了 不知道来宾是不是吃素 主人家还体贴摆了荤素两桌 客人上门的时间要到了 祖孙四代到门外准备迎兵 孩子们蹦蹦跳跳非常欢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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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话说 没钱七八 太疯了 好了 保安鸡 过来 快点 热情的一家园兴奋期待 究竟谁会大驾光临 是天后级女团SHE 演技收放自如的杨丽音 全方位艺人秀琴 还是盖格胜的冰冰姐呢 我们要比较吧 爷爷 爷爷跌倒 我来看 爷爷跌倒 过世的爷爷竟然也上桌 跟来宾吃饭 下一段马上回来 谁来晚餐 谁来晚餐今天拜访的是 住在台中大理的舞蹈老师 张淑君 张家姐妹和儿孙们曾在门外 一脸迫不及待 她们一双 是谁呀 她比一二 是 答案揭晓 答案揭晓 今天上门的是曾获得 精中奖最佳女主角的演员 杨丽音 她在俗女养成绩中是演阿嬷 柏林国界的演技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有非常特殊爱的能量的家庭 你看像如君姐 她在八八风灾的时候 可以支持她的族人 一起度过跟外界失联的那个状态 然后彼此支持 然后度过那样的困难 我就觉得好棒喔 他们一直有那种爱的能量 在这个世界 我觉得好美 张家几乎全家总动员 书军教育的社团学员刘老师也来了 从俗女养成绩聊起女人处境 丽莺想起自己的妈妈 我们母亲自身在七十九 七十九岁 以前我打到买死 特别人都说 如果我不是为了你们这儿的小孩 我早就离婚了 不然我们小孩大胆 我以前的妈妈说 我买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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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正在天曾经 全手 ��家买家买家买 transformative 我们也认为一个小孩儿 Loop ella买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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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云甲买 Relax 我不想ув 因为要 Dakota Amendcorn掉下来 不能这样 你實在也很勇敢 你剛才這樣 眼睛紅了 我給你抱抱 先抱一下 昨天去看了大杜王朝 其實他最後結果是滅走 那個看了以後回來會反思 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是自私 只想要自己 淑君像在分享看戲的心得 說著說著卻紅了眼眶 立英能理解他的心情 你把你的能量 用在回饋社會 用在幫助別人 那你不願意把那個 那麼刺那麼 那麼 那麼 你不願意把那些痛苦 直接往外頭去丟 你也必須要把你這些東西放出去 你自己也要有一個出口 其實我一直後來 我們也不太想講 因為我覺得這個環境很多 他其實沒有他去到 所以他不了解 就像說了 其實我媽也不懂 因為我一直跟我媽說他很幸福 真的真的 我爸是一個很好的爸爸 其實我是受爸爸影響很大 他出去外面這部落 做的事都是覺得說那個責任 所以就是做 然後有時候人家不能體諒的時候 其實也就不要說了 說了其實很難 然後就很難 那個痛沒有人能理解 可是有時候 你就算不講給人聽 你要講給老天爺聽 講給 說 聽說伯父 你也比較那個 比較差不多 你比較差不多 對 有時候 都好就好 不能太過分 沒有 立英聊起當年拍攝 練習曲那部片的經歷 安慰蜀君 就是我們在拍攝過程當中 就一直碰到這種 你說不上來 就人生當中的挫折 可是你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那些挫折 是美好的禮物 真的 那種挫折 真的是無形的助詐 對 我說真的 是越挫越遠 而且我的事情 我好像還沒有斷過 就一直都發生 然後那天我們回多納 其實我們不能預料說 你會發生什麼事 對 但是我覺得說 走吧 我們真的當下 如果遇到誰 就怎麼處理 對 阿姨其實我這樣做的勇敢 應該也會影響到他 我自己想 都我自己想的 對啊 對啊 他們其實兩個孩子 會覺得 媽媽的那個心裡 應該沒有 沒有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現在比較覺得很幸福 是 因為他們都在我身邊 雨昕你別吃 我問你 媽媽這樣 她這樣子 她有對你 她這樣子的狀態 對你有影響到嗎 有 有 那你那時候在復健 在經歷那些事情的時候 你最 常常想到的是什麼 你 阿姨照顧你 或者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支持你 一直堅持下來 那個復健的路 很艱難 我知道 都在這邊 對啊 都為了他們 都是為了家人 因為 以後 等到換 阿姨媽媽 他們這一輩頭 以後 真的 至少我要穿過 到那時候 那時候 死痛 我要找他們 那你要加油 這麼多個 他們這麼多個 照顧你一個 你要照顧這麼多個 那你腿大 所以要更努力 要變更強 與靖的個性內斂 想得多說得少 立英知道她 正逢事業的低潮 特別鼓勵她 你想像你自己 怎麼樣 從這些過程中 這麼多的力量 這麼多的愛 支持你 你一定要告訴自己說 我是幸運的 我是幸福的 每天要說 108遍 真的 再抱抱一下 很愛抱 很愛抱 很抱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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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真的很幸運 很幸運 你一定要常常告訴自己 每天講108遍 早上起來就講 108遍 108遍會遲到 不會不會 不會 立英在演藝圈闖蕩 將近40年 經歷過高低起伏 經歷過高低起伏 大大的累積 人家也要誇張說 要去找頭路 我都已經去應徵了 人家叫我第二天去上班 第二天去賣房子 我已經答應了 晚上接到一通電話說 有一個什麼什麼角色 什麼 好 不要去上班 不要賣 對啊 可是 就是喜歡演戲 就是喜歡演戲 然後這一次演淑女的阿嬤 真的 一泡而泡 沒有啦 以前就一泡而泡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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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沒看過嗎 有有有 你的阿嬤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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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在這裡 阿嬤在這裡 你的阿嬤在這裡 阿嬤在這裡 阿嬤在這裡 說到阿嬤 跟立英聊了半天的張媽媽 才突然意識到她是誰 阿嬤在這裡 我們看她是誰 熟女 那我做的 阿嬤 不要哭 阿嬤 阿嬤 是嗎 是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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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我們老師 怎麼會忘記 對 不可以怪阿嬤 因為她 她說 跟戲裡面的差太多 真的戲裡面的太老了 然後 然後 所以就不出來 好啦 好啦 不能怪阿嬤 怪我太沒力好不好 對 真的 大家聊到忘了凍筷子 張媽媽招呼立英 嘗嘗她特製的本蒸肉 媽媽,這裡這麼好吃 好 這番茄 是你吃的嗎 沒有啦 不會啦 好,謝謝 有了 有了 阿嬤 這番茄 好像還可以放進去 保養 有了嗎 可以放進去 阿嬤 你看 阿嬤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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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我們之前 整個餐廳 都很幸福 立英發揮 女丑的本事 逗笑了大家 她事先做了功課 知道 雨靖和阿姨淑敏 都會去跟白沙豚媽祖 繞境 特別準備了禮物 你絕對想不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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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拍片的那一年 人家跟我們結緣的 那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要留著 然後我覺得我得到祝福 也覺得說 如果我有需要 還是可以 這個 可是我就一直留著 這祝福 我就一直留著 我就送給你 明星上門吃飯是張家的大事 大家長也是淑君想念的爸爸 當然不會缺席 那中間那一罐是什麼 黃黃的那個 九千 是嗎 就是爺爺最愛 我們以前很愛吃的 沒有 就是每次過年過節 或者是 都會就是 我們爺爺 她的節奏 問題 我來看她的節奏 還陷入 等一下 等一下 感人耶 我媽媽真的有餵 很會有餵 稍等 很小 她是要跟媽媽練習 是要跟媽媽練習 呀 感性又愛搞笑的莉英 遇上活潑風趣的一家人 一答一唱 火花四射 这顿饭就在温馨欢乐的气氛下结束了 我觉得雨静太棒了 太厉害了 对 可以这样子过五关斩六将 然后一直复健到现在 你不讲 我完全看不出来 他曾经动过这么大的手术 他曾经这么辛苦地在复健 完全看不出来 真的是有非常超人的意志力 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么多爱他的人 一直陪着他 看到阿姨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来 就觉得阿姨他们很开心 我觉得我就很满足 今天看到杨立英超开心的 他什么都可以讲 他可能也是他见识到很多 所以觉得说听他讲话很舒服 他还是白沙腾的信徒 让我真的很感动 还有那个信心 还要再跟白沙腾的妈祖找这样子 蛮亲切的 比电视还漂亮 说话蛮随和 蛮有机力的 很欢迎 加油 那像以前那个什么 从台湾节目还是买一组 他们不是都会有一些桃烧的流 这个是直接给你们的故事 这样子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